大家好, 又到了純尾首映的时间了 今天是最后一次的华姐专访环节 我们会和9号、10号两位华姐家来聊天 首先是9号, 顾梓玲, Karen 外表娇游的她曾经参加过加拿大军方考试 Karen, 你最欣赏是哪一位成功女性呢 你认为成功女性必备哪些条件呢 现在这个社会的成功女性非常多 但是我个人最欣赏的是中国国家主席夫人 彭丽媛女士 从她身上我们能看到温婉端庄的气质 大气合一的态度 以及不断自我学习成长 这些特质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也是现代女性该必备的基本条件 华姐十位嘉丽之中 你认为自己哪一方面最出众呢 华姐十位嘉丽当中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 但是我认为我在独立自主方面最为出众 我自中学就半工半读到现在 累积了很多工作经验以及社会阅历 此以让我从容地面对不同的挑战 这是我觉得我最出众的地方 然后有十号张艺尼,Sophia 笑容甜美的她刚刚修读完演艺课程 自愿成为演员 Sophia,你接受过演艺方面的专业训练 如何帮到你在华姐竞选中突围而出呢 我会在参选华姐的过程中 我觉得人是不可以自满的 因为当你认识越多 反而还觉得越不足够 大家都知道了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元功 经验是真的靠累积的 所以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挑战自己 拿着每一个机会 好好地用真诚真实的态度 去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十位华姐的访问我们也看过了 美醉音色的访问 我想了解更多他们参选的心路历程 可以上到我们新时代网页的 华姐官方专业 留意他们的博客 又或者是Instagram关注他们的最新照片 下个星期的纯美受影 我会为大家属上更多的华姐幕后花絮 下个星期日我们再见 拜拜